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真的要領 領年輕不要領資金 但是他一定要堅決要領資金 我們都有發很多的功夫去說明的 光潛 老實講 現在最重要就是解決問題 我今天一開始就一直在強調同理心 就是馬總統可能到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真的抢著要去領 就是你改再改 而且他對你講話已經不信任了 最重要是什麼 現在民調是什麼 親情的民調 七到八成的民眾還認為 可能退休金是領不到的 這表示人民現在到目前 都還是擔心了 所以第一個你趕快入罰 第二個你要站在同理心 到底知道人家在擔心什麼 趕快該做事情再做 那你現在罵媒體 我又問最簡單的 這個消息誰都出來了 你自己精算說本來 120年才會破產對不對 你說會提早 你自己精算的 而且為什麼老委會 送去行政院的案子 為什麼會曝光 而且是行政院長把他退回去 甚至你出問題 你趕快就踩殺戰 你說不會倒 你這事情都沒做 你在怪媒體 其實這個問題有三個 你消息怎麼露出來了 你露出來是個假消息 是涉及隱匿 第三個把責任外部化 把錯誤歸咎給媒體 這就是我們政府三大步驟 你們在立法院 年賬萬萬金要散184億 你們只散了3億多 馬英九不是說好 國務基要費 我願意砍1000萬 一毛錢都沒有砍 你們是怎樣 除了是什麼討債公司 地下錢莊之外 還是詐騙擊殺 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民調最低的總統 但是是有史以來 最大的詐騙集團 來啦 我們問勞工的代表 問一下湘林 為什麼兩個月有這麼多人 將近6萬人 去領了768億出來 才會提早破產 而且對勞工講 這是傷害很大 很多是打欺責 甚至打對責錢就 這本來是退休金 只是棺材本 你賠錢殺出 表示心裡都沒有信任了 那我們回顧一下 現在要算責任 我覺得這事情責任要最清楚 雙十節那天 大家攤開報紙 頭版頭對不對 那時候那個頭版頭兩個重點 勞保要提早破產 第二個 然後我發現錢不夠了 上了一個公文給行政院長 說就比較金公教那個年金 你要幫他提播要去補充 行政院把他退回去 這是這兩個重點 我們就要問 這事情已經吵了三個月了 你問題解決沒有 你有沒有入罰 那你現在怪媒體 媒體今天還不錯 那你當初我們在要的是什麼 請說趕快入罰 到現在也沒有入罰 第二個 今天媒體就特別去問 現在還有人排隊在那邊領 他就問 才知道他的同理性是什麼 勞工說為什麼我到今天都好去領 你一改再改 你的政策講話 現在沒有人要信了 你現在政策到底明天會不會這樣子 下個月會不會這樣 明年會不會改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越領越少 民眾都沒 你應該對症消耀感 去幫人民姐姐 幫勞工姐姐問題才重要 先看為什麼潘世偉在被質詢的時候 還是回到一個政治操作上 再把責任推給媒體 就表示他的方案其實已經有了 他在看時機 因為第一個 一月中要出來 那就問這100多場 幾千人被他們找去說話這件事情 到底方案出來了沒有 勞工是支持還是反對 嚴格講在座談會裡面 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多角 頑領 然後領賞 就這三個原則 從頭到尾都沒變 所以這三個月你說要怪媒體 先怪你自己是拿不出章法 然後把責任往外推的外裡面 有兩個 一個是說去擠兌的這些勞工 第一個 你已經害了你自己了 然後就說這是媒體害的 請問這個勞保到基金的規模 或者是被你們操作之後的虧損 或所有的造成政策沒有成效 讓人民失去信心 有沒有從頭到尾一個官員被究責 沒有 從你們講的其他的國公營事業 什麼台電的這個經濟部的不要講 勞保基金 勞退基金 這些操作不當造成的虧損 沒有人被究責 就更不要講 現在大家會去擠兌這些人 五萬多人 他們是傻瓜嗎 他們當然是算過 如果我今天相信你一天 我繳了保費給你 到最後116年 或者提早破產的時候 我現在是不是當傻瓜 所以你會算我也會算 所以很多勞工來講 現在都是基層的 而且是很多是職業工會的勞工 他繳了二三十年 到後面慢慢慢慢 好像保費才調高一點 這時候他是在算 我是月領好還是一次領好 可是他拖不到他月領的60歲 或者是希望叫展顏年金 就是65歲還可以領120% 沒有人敢想120% 都是在想80% 大折的 所以我在想這一次一次退 為什麼會那麼嚴重 是因為第一個 年關快要到 嚴格講 一月中你版本在出來 沒有人在等你的版本 都在看我這過年年關怎麼過 所以很多人你算看 七百多億五萬多人 平均一個人領二三十萬 不是兩三百萬 所以整個平攤下來 一次領的人確實是領得少 可是你要看時間點 所以我認為擠兌會繼續 到這個一月底 甚至二月年關 過年後要繳學費 很多人還是把他一身 可以有的退休金 唯一拿來作為家用 就是這個一個故事 所以我認為政府講的 不會倒 不會倒 你們說勞工一直領一直領 我認為不會倒三個字 太輕忽了 第一個 如果大家說軍工 教勞 這些保要一起改革 我們看到的都還是 勞工被擠兌 被當作一個說 你們勞工很傻 第一個你們被媒體操弄 怎麼沒有軍工 這些人去擠兌呢 他們為什麼不用擠兌 就制度保證他不會倒 勞工這邊是假的保證 所以我認為馬總統 真正趕快保證他 讓勞工可以安下心來 第一個他現在國家虧很多錢 所以撥補入法要好幾百億 好幾千億 他不敢講 所以我認為撥補 真是虛晃一招 到時候一月中的版本出來 撥補兩個字 就寫撥補兩個字 怎麼補 細的方案是怎麼樣 會不會比照公保 這樣子撥補沒有細則 一定是留待修法 立法委員去炒來炒去 第二個就是現在很多人說 你們勞工傻 你們領了這些錢之後 以後領月退的時候 你們反而就是不能改變 所以很多人就說 那是不是可以修法說 到時候我再回存 像18% 如果勞工講有18% 我何必現在領 我當然學你們 所以整套制度裡面 優的都是對於既得的這個利益 或者是以前的這個 所謂的中良 勞工就不是中良 所以回到第一個 勞保這一次在過年的這個元旦 他講了 總統講了一個對於什麼少子化 憂慮這個老人的問題 就先問你給大家的社會福利的安置計畫裡面 光勞保你的方案到現在 第一個不敢拿出來 第二個不會倒這件事情是空的 那就不要講最近幾對的這個問題 到底反應什麼 就是窮 就是民窮 國弱 不是他的民富 國搶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總統 回到今天 他連一個社會福利的承諾都做不到 就不要講他的改革 剛剛你們在談 什麼國工營的這個 這個營業的這個發展的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讓這個國工營 帶領變成國家的重要企業 這就不要去奢望 那就要講政府組織再造更嚴重 過去政府組織再造是瘦身 或者是小額美 現在看到的 剛剛光琴姐講的那個例子 就知道一個龐大的國家的 這個官僚機制 一個龐大的政府 他越鞏固越維繫 越多人被他在這個系統中照顧 他就可以認為他穩如泰山 你們其他人都沒有介入政策的這個空間 那當然我把你們養的肥肥的 所以這個養肥這件事情 嚴格講就是要讓他自己的同志 覺得他是穩的 你們其他人再怎麼吵 就是小貓兩三隻 或者是被媒體誤導 那你們都是傻瓜 不過力宏其實這一次 這些退休勞工 有些人選擇一次領的 真的是虧很大 還有媒體幫他們算一算 他也是一次領的 可能還沒有他一年 逐月領的要來得多 所以你看他損失有多大 可是我們要承心自問 這一次勞保爆發幾對潮 兩個月領走了768億 真的是我們媒體錯了嗎 還是老百姓自己嚇自己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看 其實這個事情 在10月9號的時候 勞保局在國慶日前 送給我們的大禮 當時他就公布勞保基金 要在15年後破產了 說50歲以下750萬名勞工 都恐怕領不到這個退休金了 然後這個時候 行政院長陳聰 還有總統 都說得天下無敵的樣子 陳聰說 如果勞保出現虧損的話 依法政府應該要負起 這個保證責任 必要的時候 行政院就會讓政府 撥補以及負最終責任來入法 那副秘書長黃敏公也講 請大家放心 政府會確保勞工的權益 絕對不會放任不管 那勞委會主委潘市委說 哎呀 勞保不會倒了 政府一定會負最後責任的 那馬總統更講了 到106年之前 都不會有重大的危機 不過當然 我們還是要未雨籌謀啦 就到了11月的時候 馬總統看 這個10月爆發的體頂潮 借苗頭不對 立刻邀請了這個行政立法 考試院長來會商 要來救年金 還成立了年金制度改革小組 12月的時候 馬總統更擔保說 勞保不會倒 我任內一定會讓他發得出來 而且之後還講說 很多地雷其實在我任內 是不會引爆的 我幹嘛那麼傻呢 這是因為我願意承擔 但我不願意把這個責任推給後人啊 好 我們來看看啊 政府講得信誓旦旦 為什麼老百姓還是沒辦法相信呢 因為他做的 看起來似乎有點力不從心 在5月份的時候就傳出來 原來老委會就打算 要把政府負完全責任來入法 結果第一次審查會的時候 是誰把這條刪掉呢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 然後財政部長張聖和也說 老保不會讓他倒啊 但是 如果政府要全部負擔的話呢 那就會有財政的問題 那政府不全部負擔誰負擔呢 就是雇主跟老百姓來負擔啊 那老委會呢 打算要提高這個保費呢 降低所得替代率啊 最後的結果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較多零少晚退嘛 那老委會的副主委郭芳玉說啊 你們到底是要吃陽春麵50年呢 還是要吃牛肉麵10年呢 結果這句話出來之後呢 哇 勞工當然嚇到了 結果在10月份就領走了436億 好 到了11月份的時候 馬總統雖然邀請了三院院長來會商 但是審計部的報告卻告訴我們 勞保基金虧損124億 勞退 退府 國保基金 100年度總共虧損了898億 這個時候消息傳出來又怕他倒了 結果民眾在這個月 又領走了332億退休金 12月份的時候呢 馬總統雖然說勞保不會倒 可是呢 現在又告訴我們 從本來從2018年呢 勞保年金要延後一年齡的 勞委會又自行做解釋 說2013年開始啊 滿55歲的勞工就要給我延後一年齡啊 結果12月份現在領走多少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從這一連串 在政府擔保之後呢 政府官員又告訴我們一大堆的理由 馬總統還告訴我們 是因為他傻 所以才願意承擔 立鴻聽在老百姓的耳朵裡 你傻 你才願意承擔啊 那老百姓再看看 你這些政府官員講的話 能信任你嗎 人家